早晨,这个观众就问 他想问美团3690升月尾 什么价孤好呢? 请指教,他有货 不过他就没有货 可过去买人价是多少 其实3690,你见到近期这些股份 其实就算这个业势好也好 可能都是稍微扯高一点点 然后又回回来 我觉得这些是一些比较正常的回吐 还有3690就是说 我们都要对它比较宽容一点点的角度 就是说人家之前在行指好不得的时候 价格是为质而质 质到160元的这些 人家不需要用10天的时间 现在是贫上去190元的价格 其实它的幅度 如果你硬是高低来计算 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所以趁业绩的效果是好 有短期的几日货仔的 就是Buy in room or sell in fact 其实你都不能怪得去的 不仅股票有多好 一下子就连续10支阳烛地向上升 通常都是升到差不多 就有强大的所谓的 沽空力量 沽售力量 看不顺眼的力量 买跌的力量 其实就会干预 这些是很正常的 买卖有升必有跌 只不过很多投资者 由于已经迟了货的关系 但是它的心理预期的本能反映 就自然希望日日不断向上升 这些心态是我很明白的 当然也要慢慢成熟地改变它 要接受 比如说这个世界有阴必有阳 有升必有跌的 对 好了 在基本面里面 我们都会觉得 其实在ATMSJN里面 那么多只股份里面 其实业绩的含金量 其中最高的一只 我觉得Besize 是在最近 就是沉吓公布拼多多以外 应该最强的就是3690 变成就是说 我又不是很觉得它那么容易 是有这个业绩 那么悲哀地 反而和你跌爆 160元的位置 我觉得相对是比较难的 OK 变成就是短期整固的难面 但是我觉得 在中线的角度 如果你可以博到 就是说 美国的市场干预 是干预完毕 不要再搞住港股 如果是这样之后 就可能可以最后挑战200元的水平 这个 所以你可以考虑 暂时 今天煤炮 这样就可以忍一下 这个 可能中线地 当消化了些东西之后 就能够存够力 这样 等人要走就走完 那就去回200元那些位置 然后再考虑 再看看走不走